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针对英特尔与辉达在今年新的合作计划, AMD日前强调其对自身产品蓝图充满信心, 并表示将为PC市场带来更具突破性的解决方案。 据悉,英特尔与辉达的合作旨在将X86架构的处理能力与RTX50系列GPU的效能结合在同一平台上, 开发出搭载RTXGPU小晶片Chiplet的X86SoC。 这一合作无疑将给市场带来新的竞争组合,对AMD构成直接挑战。 然而,AMD资深副总裁Jason Banta对此表示乐观。 他指出,AMD对产品蓝图非常有信心,并已推出多项跌幅性技术。 比如,Strix Halo系列被誉为笔电与迷你电脑中表现最出色的选择之一, 其效能位居业界前列。 此外,凭借XDNA引擎,AMD在电子装置端AI领域也取得了显著进展。 在行动平台领域,AMD长期致力于打造兼具效能与能源效率的计算产品组合。 其Ryzen AI平台已被众多OEM厂商采用, 包括笔电品牌、迷你电脑制造商与掌上游戏机公司, 皆围绕AMD SOC打造完整产品线。 尽管英特尔和辉达的合作预计将加剧市场竞争, 尤其是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预期新晶片将整合近1.5亿台笔电中, 但AMD并不担心。 班塔表示,AMD在笔电、桌机、掌上型电子装置等各种形态产品上 都有强势解决方案,对未来竞争力充满信心。 展望未来,AMD计划在明年推出Medusa Point, 并于2027年推出Gator Range, 两者皆采用下一代CM6架构CPU。 这一系列新产品将进一步巩固AMD在市场上的地位, 展现其在技术创新上的持续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AMD在近年来不断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 逐步提升其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份额。 其Zen架构的推出以及在AI和高效能计算领域的突破, 均为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了重要筹码。 此次面对英特尔与辉达的合作, AMD的积极应对和未来产品规划, 无疑将为其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增添更多底气。 近日,AMD公布2025年第三季财报, 不仅交出亮眼的营收成绩单, AMD执行长苏兹峰博士更亲自证实, 其采用最先进2奈米程技术, 代号为Venus威尼斯的第六代AMD EPYC效龙处理器正按计划进行, 将如期在2026年正式发表。 苏兹峰在财报会议中重申, 下一代EPYC威尼斯系列处理器将采用台积电2奈米制成技术, 并搭载Zen6架构。 他确认,威尼斯晶片目前已进入实验室阶段, 表现极佳。 相较于前一代的Zen5架构的都灵CPU, 威尼斯在效能、效率与运算密度上达到了实质性的成长。 今年4月份,AMD正式宣布, 代号为Venus威尼斯的第六代AMD EPYC效龙处理器 成为业界首款完成流片, TAPE OUT,并采用台积电先进2奈米工艺N2制成技术的高效能运算HPC产品。 当时在现场, 苏兹峰与台积电董事长兼总裁魏哲嘉一起手持Venus CCD, 共同宣布了里程碑的一刻。 AMD表示, Venus预计将在2026年如期上市, 有望早于传统使用台积电最新节点用户的苹果。 台积电的N2制成是首个依赖全环绕炸集GAA奈米片电晶体的工艺技术。 恒定低压下可将功耗降低24%,35%,效能提高15%, 同时与上一代N3节点3奈米级工艺相比, 电晶体密度提高1.15倍。 当然这还没完, 爆料人士Moslow Listag在其新影片中分享了更多有关AMD Zen 7世代处理器的讯息, 宣称该世代产品阵容将包含两颗采用台积电A14制成1.4nm工艺, 分别为8核与16核的CCD。 基于其分享的影片资料, 可得知AMD在Zen 7世代上至少将推出两款基于Prometheus Classic经典标准内核设计的CCD晶片, 代号分别为Silverton和Silverking。 这两款CCD将适用于多个市场, 主打单线程单核效能。 Prometheus Classic核心将配备2ML2块取记忆体, 每核心对应, 4m位于同一带上的L3块取记忆体, 该微架构支援FP512,1⁄2s。 效能设定方面, Silverton和Silverking CCD在四伏器使用场景中, 以9瓦单核心功耗可实现16%的提升。 而在客户端领域, 根据功耗范围提升幅度, 在13%至17%到30%至36%。 Silverton CCD是一颗面向企业及四伏器经典, EPYC和HEDT锐龙Flight Ripper平台的晶片, 其拥有16个Zen7 Classic核心。 基于采用19LM和HP高效能库的台积电A14制程工艺, 面积约为98平方毫米, BTO时间为2027年的9月至10月。 Silverton支援3D V-Cache, 配套的3D快取记忆体带采用N4P制程, 容量达160M。 这意味着Silverton的3D V-Cache变体平均每核心L3快取记忆体达14M, 据称可带来20%的几何平均效能提升。 相较16核心的Silverton, Silverkin则要更小一些, 其拥有8个Zen7 Classic核心, 基于采用19LM和HP高效能库的台积电A14制程1.4nm公里, 面积降低至约56平方毫米, BTO时间也是2027年的9月至10月。 Silverkin针对经典客户端领域, 将应用于桌机和行动平台, 其中Zen7世代的Halo处理器可外挂两颗Silverkin CCD。 总体来看, AMD通过快速采用台积电2nm, 甚至1.4nm工艺导入其下一代产品, 来积极应对未来的对手, 无疑将为其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获得先机。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